你來這裡等一下 所以這裡面已經多了 喔 原來這裡就是黑家店 我終於到了 你來到黑家店做什麼 放暑假 老師說黑家人姐姐要在這裡 表演歌展戲 鳳 油 紅 紅 紅 好 不要亂講 社會的所長 不要說 戰士沒有獻合戰場的潛力 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做你的總統 喂 但是這一次 有西門紅樓這個場地 原本我們有考慮說舞台有一點小 怕說演員沒得 好像發揮不起來 但是後來我們評估之後 其實可以近距離的 跟很多喜愛楊麗花跟陳亞蘭 還有我們這個劇團的朋友們 可以更近距離的接觸 尤其在西門町 有很多觀光客 這也是我們想要推廣 歌仔戲的一個目的之一 我們希望觀光客 經過這裡的時候 知道有一個這麼美的台灣文化 能夠買票進來看 這是我們推出這個戲的意義 還有嗎 還有嗎 OK嗎 OK囉 因為楊麗花一直希望說 歌仔戲能夠代代相傳 那以前呢 聽現在的人都說 我都自身人對阿公阿嬤看過戲 可是現在因為是電玩充斥啦 手機啊 大概很少機會可以接觸歌仔戲 那但是呢還是有一部分人 就像我剛剛放的影片是一樣 那他希望說 開一個義務的課程 然後讓所有的小朋友 當然每一場有限制啦 怕說小朋友太多也學不到東西 所以開放這樣子的兒童組 然後教他們唱歌 還有聲段 還有跟他們互動 尤其在暑假的時候 很多爸爸媽媽很頭痛啊 小孩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沒關係 就放來我們這邊 九十分鐘的教學呢 會讓你的小朋友知道 什麼叫中校結義 然後還有一個樂齡組 我一直建議他們 不要用樂齡組 誰喜歡樂齡啊 誰都想要當貴婦 就是有一些太太們 他們也喜歡楊麗花 那我們都是楊麗花的DNA出來的 那我們的訓練 也都是楊麗花的構思 所以她來這邊可以接觸到 楊麗花的教學方式 當然不是她金字交啦 就是她的理念 那所以我們也是希望說 阿公阿伯退休了之後 可能在家裡就很無聊 可是又很喜歡唱 沒關係你就來報名 不會唱也沒關係 就來跟大家一起同樂 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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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